现在很多人上网都习惯装广告拦截插件 像是看网页刷视频的时候 最烦的就是突然跳出来的广告 最近Google下狠招 最热门的广告拦截插件Ublock Origin 在Chrome上彻底失效了 搞得网友一片哀嚎 7月11日 Google把Chrome的引擎从Manifest VR更新到V3 Ublock Origin被彻底禁用 这事一出来 各大论坛马上炸锅 不少人开始喊这次真的没救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有人干脆换浏览器 比如转去用Firefox 或者Microsoft Edge 也有人开始尝试别的广告拦截插件 比如Adblock,Adguard等等 不过没多久 有技术大神就找到了解法 而且超简单 只要5步 不用3分钟就能搞定 为了确认效果更直观 咱们下载一个最新版的Chrome浏览器 点击 应该是5分钟的 我们在用软件事 咱们下轮订查 我们下轮件事 可以 明镜与也行 不用3分钟 但这次有机会 就能够 这次是 这个 都用不着急 我们下轮件事 的 这次 是 真正的 先看一下版本号 因为浏览器是从官网直接下载的 所以肯定是最新版本 现在我们来安装Ublock Origin扩展程序 但是在安装之前 需要修改一个小设置 新建一个标签 在地址栏中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搜索Allow Legacy Extension Manifest Versions 找到这个选项 将该选项更改为Enable 重新启动浏览器 点击右上角的菜单 选择扩展程序 管理扩展程序 打开开发者模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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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扩展程序会得到一个zip压缩包 将文件进行解压 解压之后会得到一个这样的目录 返回Chrome的扩展程序安装界面 选择加载未打包的扩展程序 进入该文件夹 看到这些文件夹之后 确认选择 这样Ublock Origin扩展程序 就又可以正常使用了 点击右上角的扩展按钮 可以将它固定在浏览器主界面